為什麼叫做主委呢 因為我爸爸媽媽在生我的時候 他跟上帝祷告很久 然後才終於把我生下來 所以他們說我是祖德 那我的學歷在上面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吧 東大富右 東大富豪 東大富中 大學徒什麼還不知道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話 或是你們身上附中可以叫我學長 記得要叫我學長 我會對你們好一點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爸爸的單車的禮物 就是他送給我那個小學畢業時候的一個環島 那我們先 先問一下大長 你有騎過腳踏車嗎 有有 那你覺得腳踏車是什麼樣的運動 什麼很輕鬆 在台中市市區繞來繞去對不對 不會很累嗎 可是在歐洲或者是其他國家的話 腳踏車是一個很自習緊張的運動 他們幾百個人一起在一個這麼窄的地方騎車 每個人都肩並肩 像我們平常 中港路的時速最高可以開到多少 不會被警察抓 五六十對不對 他們現在就已經六十了 腳踏車喔 你知道車有多快嗎 很快 而且他們是可以一直這樣子騎下去都不會累的 那像大家有看到我們剛剛那個我要把車子搬上來嗎 我是不是感覺好像很輕鬆 腳踏車不是應該很重嗎 這個其實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我也覺得很驚訝 這個車子大概才四公斤吧 喔 很輕 腳踏車快回去 所以腳踏車呢其實不只是一個 圖人你可以休閒的運動 他在你把它當作一個運動的看 NBA或者是什麼 這個在外國的話是一個很多人在看的一個運動 那假如大家剛好騎過腳踏車 那你有環過島嗎 沒有 環島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騎腳踏車 繞台灣一圈環島 台灣是一個島 那多少時間呢 九天 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九天 那距離呢 一千公里 大家知道一公里有多長嗎 一千公尺嗎 我們在操場的話呢 你們是會跑一百公尺嗎 就是跑十次 然後你一天要跑十次 然後再乘一次 就是 你一天大概要騎的量 一百一十公里 很多 真的很多 而且很累 單車 不然你們覺得這個不夠挑戰的話 你們可以學有一個 我認識的一個學長 他叫做顧明翰 他比我還厲害 他走路環島 對不對 可是我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講單車環島吧 那第一天呢 因為我們家在台中 我們就稍微跟那個旅行社的溝通一下 所以我們改成在台中出發 九天 那第一天從台中到嘉義 嘉義在南邊還是北邊 南邊 你們確定嗎 確定 確定 好 沒錯 第一天就騎了九十二公里 我們要去成功車站 大家知道如果你有機會去長兵的話 你要先去成功嶺嗎 所以大家會搭火車去成功車站 成功車站的時候 我們剛好這個運氣可以遇到那個站長 如果這個有點不是很清楚 我只上面寫長話 我們才一個上 我們就騎到距離這樣到一公里 我們是用腳踏車 而且那時候我才小六 所以我們時速基本上是 只能二十 不像那個六十公里那麼厲害 我們慢慢騎慢慢踩 只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很好玩 因為你就想每天看著地板 看著忙碌 然後一直踩 一直踩 一直踩 然後都不會停 真的沒有什麼好玩 我一開始覺得單身環島就是這樣好 我每天只要騎腳踏車就好 那雖然的確是這樣沒有錯 不過呢 我一開始覺得單身環島到底有什麼意義 有沒有人認得這個是什麼東西 西樓大橋都對來社會課本才有看到 我第一次經過這圈的時候 我說 哇 那不是社會課本裡面的西樓大橋嗎 然後呢 就在這個環島過程裡面 我就把課本的每一個東西 一個一個的看到了 就是感覺就是 平常都是只有在課本裡面才會出現的東西 現在都出現在我真正眼前 因為我真的去用腳踏車去環一隻島 對 我們非常幸運的在西樓大橋旁邊拍照 那中間那個的話很明顯就是我嘛 跟我比現在的我比起來 他很明顯的比較愛 很愛 然後旁邊那時候我爸爸在我媽媽 那在最左邊那個話是我們的朋友 一起來騎車 那有沒有人認得最右邊的人 沒有喔 你們認識大龍嗎 大龍不是大龍就是大龍 不要懷疑 我這時候就是跟大龍一起去騎車 所以等一下會有很多媽的好看的照片 你們不要跟他講 然後被他上海 那就是在那個 那個 陸港的登堂 沒錯 第二天我們後來就到了嘉義 我們從嘉義一起到高雄 那今天的話就比較多 因為他是平路的話 其實就比較長 我快趕到高雄 不然我們的街上會來不及 所以今天就好像昨天的92公里 變成120公里 然後這是我在後避車站的 嗯 性感的照片吧 對啊 那我身材很好嗎 還不錯吧 還不錯 你有沒有知道北迴歸線是什麼 你知道嗎 23.5度嗎 那是北邊還是南 是北迴歸線所以在北邊嗎 那北迴歸線的話 其實他橫跨的話是嘉義跟東部的哪裡 瑞瑞 我們也會騎到那裡 因為我們是環島 所以就到北迴歸線的時候 我們還做了一個很瘋狂的事情 我們在那邊 欸這也是北迴歸線 可是我現在在北迴歸線 以北 以南 以北 以南 對 就是你們以後如果有機會環島的話 你們可以做的事情 不然你可以去知道說 我現在在北半球 我現在在南半球 好好玩 對 真的還蠻好的 我們就這樣子玩了一整天 一個一個上午了喔 沒有一整天在那邊 對 然後我們慢慢的 因為這個時候在西部的話 都還是城市 你可以大家注意一下 在我們還沒到東部之前 你會發現我們的照片上 部分都是城市 我們跟車子啊 在那邊搶車道啦 幸好現在台灣都還不錯 都有這個慢車道 在這邊的話就比較沒有 就是像中港路隔開來的 就是跟他 跟他一起 這邊是高雄 旁邊那個橋 我是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放這一張 但是 這個 有沒有趕得很遠 沒錯 我就是每天在看著這樣 一樣的景象 所以我一開始在騎西部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花椒沒有什麼好玩的 每天就是看水泥 看國遊 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直到 直到 到了那個市區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去逛街 因為你已經騎了一百二十五公里 你不會有力氣去逛街 去 去玩 或者是什麼的 所以呢 一開始真的很累 然後到了第三天 我們到了 要從高雄騎到四重溪 有人知道四重溪在哪裡嗎 四重溪就是在高雄以南 高雄不是台灣最南方 最南都是墾丁嘛 有去過墾丁嗎 有 墾丁在上面 也就是四南溪 就是 假如是台灣 我們剛剛從台中 騎到嘉義 高雄 然後到四重溪 然後就要狠跨一座山 然後到魂邊來 所以我們這個 今天的任務就是 騎到四重溪 然後 到了 慢慢開始以南 就會發現 人間越來越多 然後就會發現好像 比較有鄉村的感覺 呃 你們有看過什麼結婚的婚紗照嗎 有沒有 這是那種布景感覺都很假 就是好像是攝影棚拍出來的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相片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是攝影棚拍出來的 就是 怎麼可能那個陽光那麼剛好啊 好像都都打過光 對不對 是不是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是真的 我們那時候就到了 接近墾丁了 旁邊都是海灘 那個 地方真的很漂亮 藍天白雲啊 沙灘 你差沒有比千里辣妹 對 然後這是我們全家的照片 然後你看 到這邊是不是就已經沒有什麼 城市的感覺了 旁邊都是山啊 藍天啊 白雲 只是會有遊覽車 這些車子都還是有 我們就繼續一直往前踩 一起踩 好 我們剛剛都我們在西邊嘛 那我問你 這個是什麼海 台灣海峽 太平洋巴斯海峽 還是黃海 巴斯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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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斯海峽是在南邊嗎 對不對 那台灣的西邊是什麼 台灣海峽嘛 對啦 這是台灣海峽 台灣是台灣海峽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台灣海峽跟太平洋 有很大的差異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這樣慢慢的騎 然後終於騎到了南部 然後 我們又離開那個海邊了 我們要繼續往內陸騎 因為我們要橫跨南部的山 然後到了自從騎的話 這是我們早上暖身 暖身真的很重要 我今天雖然暖身 如果你不暖身的話 就會像我 像我騎整個環島 我都沒有抽筋 我也沒有什麼拉傷什麼 就只有一個時候拉傷 就是今天 雖然我這麼暖身 可是你看 好像不是很認真 所以就抽筋了 那是怎麼抽筋呢 我們今天要最大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爬過一座山 要爬到東台灣 東台灣 那一座山叫做什麼 叫做壽卡 我就叫壽卡 很酷的名字 壽卡非常高 所以整個台灣環台的話 你最南的路線應該就是 北邊的橫跨北移 北部以來那邊有座山 我們都叫北移 九關十八關 南部的話 就是這座壽卡 壽卡很高 真的很高 我們終於準備好 突發了 我們已經前幾天都在說 壽卡 壽卡 好恐怖 壽卡 然後你看 這台車已經 我們的那個 照相的人已經 很高的地方拍下我們 那麼小 你不看不到 啊不是我 我 你不看不到 我是吐舌頭 因為我太累了 就氣喘無妙 你看 這整座就是山 像你有沒有去過什麼 和歡山 或者是什麼的 就是那一座山路 就是一直往上一個往上 我們經常都在騎那個山路 我們不是前幾天 平路可以拉到 可能運氣好 可以騎到25公里 我們現在都是時速10公里 然後坡路大概這麼多 然後慢慢踩 慢慢踩 然後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這到底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就一直看著地板 然後非常的陡波 可是鬆緊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終於爬到算比較高了一半 然後其實我後來看一下我還發現 我那時候住在上面應該 幸好沒有穿下去 不然我現在就不會在這邊跟你們講話了 然後沿路的話 如果你們以後還有機會環島 現在環島人也越來越多了 你們沿路應該會有很多機會 可以遇到 旁邊有對面的人 你可以跟他打招呼 一起彼此加油打氣 那個時候我原本已經快騎不下去了 他跟我說加油加油 而且看到他們騎的是小折 我騎的是這種車 然後就會覺得 嗯 我應該加油一點 然後就會 欸 就有這個動力 然後我們終於到了這個 這個地方叫做 獸卡野馬翼站 那我湊金是在哪裡抽的呢 就是在頂端抽的 就是通常都是騎車騎到一半 騎車完湊金 啊啊啊 然後跌倒什麼之類的嗎 我不是 我是騎上去了 很高興 然後欸 終於上來了 我還想著 湊金 湊金 然後我就像在那個地方 奇怪了 一個位置 然後大腿內側湊金 然後非常的尷尬 然後跌坐在地板上面 然後一直抽筋 因為真的很頭 所以 暖針一定要做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呢 他這個地方 他上面有留言板 我們現在就是指著 那個我們的名字 所向的位置 然後在那邊看 然後他那個地方還有人 噴漆 通常噴漆的市區 是要被拔的 可是 這個噴漆是我還蠻喜歡的 他在那個 售卡旁邊 那個鐵魚上面 貼了 這個環島 REST AREA 這是 讀人懂得什麼意思嗎 休息嗎 欸休息的地方 沒有錯 所以呢 我們在那邊休息 休息一段時間 因為這一段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行程 就是 你要爬過一座山 一下午還要爬一大堆 還有三座山 要爬小三 所以呢 我們就是完全沒有休息的機會 然後呢 雖然看這座REST AREA 因為我們也沒有REST太久 然後就繼續吃飯 然後這是我們的 呃 少林寺照片 就是 因為我們後來拍照的時候 都會調起來 然後做這個動作 然後就是 當然以後拍照可以試看看 真的很棒 很好玩 然後這上面的話 上面那個地方就是寫 0公里起點 就是我們要開始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下去 然後終於要到東部 受卡鐵馬一站 這就是我們的 大白 大白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它比小林寺還很神奇 它的 人家口袋在前面嘛 它的口袋在後面 就是後面那個門打開 那打開什麼都有 有水啊 有吃的 你餓了就說我要吃東西 然後你渴了就說我要喝東西 它裡面有巧克力啊 香蕉 香蕉很重要 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運動的話 要學會吃香蕉 吃香蕉可以浴瑪修心 沒錯 然後終於到東部 有沒有 太平洋是不是比較藍 有發現嗎 我們終於到東部的太平洋 像剛剛那個PPT 一開始第一張照片的話 也是在我們東部拍的 喔 我們就是照片都要跳一下嘛 對 在這邊看一看 跟著一起跳 你看那個藍天 藍地 還有綠地 真的很漂亮 那個時候你去過那邊 就是你會覺得 太平洋原來是這麼大的地方 就是 一望無際 你可以真正去體會到 課會裡面講的 或者是你在 平常看電影啊 是什麼看到的 可是呢 當然有沒有好過 我們還是遇到下雨了 那有沒有 我現在跟大家 讓大家講一下 想猜一下 你覺得我們那時候騎車是幾幾月 八月 七月八月七月 還有嗎 三月 三月 好你們要知道中確答案嗎 我們是一月去騎的 蛤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我們是不是瘋了 一月那麼冷 冬天去騎車幹嘛 因為台灣的氣候就是要幾月去騎車 八月的時候 南部是不是會下雨 對不對 你們以後就會學到東北濟 西南濟風 所以說南部就會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每天都在午後的這裡 那我們寧願每天淋雨 也不要 寧願北部稍微下一點雨 也不要每天在南部淋雨 所以呢 如果你社會學得好 上課一定要認真心 不然你以後去騎車會淋雨 對 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呢 上學真的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那天呢 就是淋了一點雨 那個雨真的是很恐怖 那個雨打在身上是會痛的 就是 因為平常你會拿雨傘嘛 雨不會直接打在你身上嘛 然後那天就是 穿著一體衣穿著風衣 就是必須硬闖 那天真的很恐怖 那個雨一直打在身上 打得都很痛 很像拿石頭在打你 沒有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很痛 很恐怖 然後呢 我們就平平安安的 登過的那一天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奇怪的 神奇的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帶著 雨衣 這是風衣 這是啟酒阿斯的力氣 有沒有人聽過 一句成語說 功欲善其事 必先力氣氣嗎 你要先準備好你的工具 你才能做好你的工具 所以這件呢非常好用 像我剛剛放在裹袋裡面 這麼小一件 它雖然透漆很多 可是 它是防風防水 然後旁邊還有一點透風 所以你在騎車的時候 才顧慮一下不會那麼熱 好 然後呢 終於我們橫跨了 是從西到日本吧 然後今天要去瑞瑞 瑞瑞的話 今天均勻就是可以 就是我們環環島地圖中最遠的 125公里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 就完全會出現 你在層次看不到的東西 像說牛 雖然你們旁邊 就有乳牛啦 這個不算 因為我們學校有農場 可是 你